大家好 今天帶大家來到位於利爾東村的一個住宅單位 上面積大約有300呎 今次的單位進行了全屋裝修 我們為它設計了一個地台床連星空台 令它同時擁有客飯廳的功能 而最特別的是我們為它設計了一個全不受況的廚師 康食性強 外表光亮衛生而且容易清理 而且在高溫和低溫的環境下仍然有良好的性質 適合香港炎熱潮濕的天氣 在樣板方面也有多個木紋、純色和少量的雲石紋可以選擇 適合不同的家居設計 最後它的耐用性也極高 維修費用也遠遠低於防火板 接下來我們聽聽單位負責人Kim和Rexy的介紹 今天帶大家來到利爾東村一個大約300呎的單位 由於屋主需要有兩家人一起搬到這個單位居住 所以它首要的要求就是想要很多的儲物空間 它毀脫了我們公司會進行全屋的裝修 也進行了廁所和廚房長身的改動 首先可以看看我身後這一幅 這個就是重新翻游過的大門 因為其實都需要跟隨這個房柱的要求 所以顏色上都是會用接近的顏色 但是就會把它重新翻新過 另外這邊就是這個鞋櫃的位置 其實電箱位我們都改了 收了在這個鞋櫃的裏面 在上面的位置 另外這邊就是書桌 書桌也可以放一些文件 上面這個玻璃色物櫃其實就是業主要求 因為它有很大量的水晶的擺件 即將會放在這個櫃那裏 轉角櫃 就方便些去擺這個水晶擺設 接著就是這個飯廳的位置 它就是想要多些的儲物空間 所以我們也是用了這個地台的設計 另外這個位置 我們是收了一張電動的升降桌 因為這裏業主即將就會是幾姐妹一起住 他們其實都會是大家一起坐在這裏看電視和吃飯 所以做這一張的電動升降桌 就可以方便到他們在同一個空間裏面 就可以做到兩個不同的用途 另外有些客人就經常都會問 其實一張電動升降桌 萬一它壞了升不起 應該怎樣做呢 那就維修不了 其實就只需要在地台裏面 其實就做一個細細的山口 萬一它壞了 其實也可以打開山口 伸手進去做到維修 其實換了這個配件 那桌子也可以重新再用回 來到這個位置 就是新間兩間房的位置 我們也是用了這個傢俬去間房 因為都想符合業主要求 想要大量些的儲物空間 所以我們都不想再用這個磚牆去間房 因為覺得太浪費位置了 這個用傢俬間 就變成我們的走廊 可以再多了兩組的儲物櫃 在這兩組儲物櫃後面 其實就是兩間房間的位置 這裡我們也是用了這個暗拖門的設計 因為用暗拖門 就變成整體外觀上可以統一一點 在裡面也可以做到櫃去做到這個儲物 裡面也是有床 床頭也有一個衣櫃 其實衣櫃就是剛才聽的位置的背板 而另外那間房間 其實設計上也是暗拖門 同樣也是床頭櫃 對 床頭也有一個衣櫃 現在我帶大家參觀一下廚房 廚房我們用了PD門 原本這邊的牆身其實是白葉 我們拆了白葉 砌一幅磚牆 我們進去看看 廚房做了一套不釋鋼廚櫃 是很貴的 這邊有很多喉在這個位置 我們用不釋鋼包了它的喉 這裡上面也是喉 而煤氣錶就是這裡 藏在裡面 做了假天花 可以遮蓋所有喉 看上去非常美觀 另外這邊左邊就是洗手間 原本這個洗手間的門口 就不是這裡 就是在旁邊的房間通過去 我們將門改到這裡 那邊就用專長封 裡面這個位置用來做一個企缸 廁所也是用PD門 省地方一點 廁所裡面做了一個 都是筆手鋼 洗手盆 鏡櫃 左邊就是座廁 右邊就是棋桿 就可以將它做到一個乾濕分離的效果 這個單位就不用肉瓶 我們做了一塊玻璃 用來擋住水 讓那個空間會大一點 這個企缸裡面 想知道更多關於裝修工程的資訊 那就要記得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channel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